川普週六在一系列推文中寫道 共和黨參議員是時候站出來 為總統職位而戰 就像民主黨假如真的贏了 卻被竊選會去做的那樣 證據是無可辯駁的 搖擺州大量深夜郵寄選票 錄像捕捉到的冠票 兩次投票 死亡選民 假簽名 非法移民選民 共和黨監票員被禁 比實際選民更多的投票 以及更多 這些數字遠遠大於贏得搖擺州所需的投票 簡直無法與相比 法院很糟糕 聯邦調查局和司法沒有禁職 美國選舉制度看起來像第三十屆國家一樣 新聞自由已經消失了很長時間 假新聞 而我們現在還要應對大科技公司 他補充說 但是一切都結束了 這段時間只是我們國家歷史上 另一個醜陋的篇章 我們會贏 川普近日對共和黨參議員的批評加劇 因為一些參議員不願支持 在1月6日國會聯席會議上挑戰搖擺州的選舉人團的投票 當天 副總統麥克彭斯將唱票 若有國會議員對選舉人團的投票結果提出反對意見 至少需要一名眾議員和一名參議員反對 則參眾兩院議員將回歸各院 並對反對意見進行表決 若反對成立 則該州選舉人票將無效作廢 目前眾議院中已確定將對選舉人團投票發起挑戰的 有當選議員馬喬利 泰勒格林 阿拉巴馬州眾議員莫·布魯克斯 格林對媒體表示 對於國家被竊取選舉結果 而被推向社會主義 他拒絕保持沉默 而參議院共和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12月15號稱 拜登是當選總統 並呼籲參議員不要挑戰選舉人團投票結果 布魯克斯12月16日駁斥麥康奈爾表示 選民的意見更重要 同時表示 自己不會放棄挑戰選舉欺詐 對1月6日在國會挑戰選舉人團投票結果表示樂觀 新唐人記者嚴峰 金時綜合報導